美匹茨堡枪击案凶险扫射犹太会堂造成11死6伤 上周六美国匹茨堡一名男子 手持AR-15突击步枪和三支手枪 高喊着反犹太人的辱骂扫射犹太教堂 导致11人死亡和4名警察在内共6人受伤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嫌犯鲍尔斯于当地上午9点45分左右 有一扇未上锁的门进入生命之术犹太会堂 手持一支科尔特AR-15突击步枪和三把克拉克.357口径手枪 美国当局表示鲍尔斯在会堂里徘徊了几分钟后 突然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扫射 造成11名信徒死亡 凶贤要离开会堂时被两名穿着全副武装的警员遇见 两方交火过程中鲍尔斯射中一名警员的手 另一名则被弹片击中受伤 鲍尔斯只好退回会堂 躲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 在与美国特警部队的短战队之中 鲍尔斯又开枪射中两名警员 据说整个过程中 他都大声喊着反犹太言论 最后遭警方击中多次 于是投降 犯下此案后 他被控29项联邦法罪名 及36项州法罪名 据报道 鲍尔斯在社区媒体gap.com上的账号 在凶杀案前一天 就发了反犹太人和反难民的发文 别忘记 我们晚上8点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